可是店家肯讓你數嗎? 不一定一定要 不是肯不肯的問題 是一定要跟店員說你要數簽 然後店員他告訴你說 我們沒有再給人家數簽的 這個時候你處理方式就兩種 都去百貨公司抽 其實不一定說私人的小店家 就比較可能會遇到作弊 不一定喔 其實我看很多分享作弊的案例 他其實是連鎖的 什麼funk box等等的 所以其實不一定大監的就值得相信 我記得之前也有爆出來說全家也有 對啊 所以也有作弊事件 所以其實這個真的是很看人 不一定是大監的就比較不會作弊 所以其實會建議如果大家要抽 真的就是一定要數簽 我覺得這很重要 一定要數簽 百貨公司之前 對啊 其實新聞鬧最大就是全家那個 然後還有之前孫生在那個萬年大樓拍的 其實就是一定要數簽 就這樣子 可是店家肯讓你數嗎? 規定一定要 不是肯不肯的問題 是一定要 一般上的規定就是一定要給人家數簽 跟大家宣導一個概念 我們不要說跟人家詢問說可不可以數簽 好像是一種請求 其實不是 這是我們的權益 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不好意思我可以數簽嗎? 不至於這麼卑微 我們可以客氣 但是可以不用卑微 就是我想要數簽 然後我們這樣子數完 雙方都可以維護雙方的權益這樣子 有時候數簽不單單只是說 我們消費者要維護自己的權益 也有可能店家他真的不小心辣掉了 他不是有意的 也有可能 就是我們主動的去講 這樣就好了 我覺得就直接講 這沒有什麼 我們也是一個良性的提出一個訴求 並不是說 我懷疑你長簽 所以我要數簽 我們也不用這樣 我們可以保護自己 我覺得這蠻重要的 之前全家要求數簽 店員要跟我說 他們沒有在這樣做 他是外行的 我覺得這原因很簡單 就是全家不是專業的玩具店 或是一番賞店 這個完全是他們員工 教育訓練不夠到位 也許是他真的不懂 那我覺得就是 如果大家有遇到這樣的狀況 就是你在超商抽 然後跟店員說你要數簽 然後店員他告訴你說 我沒有再給人家數簽的 這個時候你處理方式就兩種 第一種就是 你懶得跟他說了 你就直接閃了 就好了 第二種就是現場直接教育他 告訴他說 一番賞 官方規定 是可以給人家數簽的 這樣子 雙方買方跟賣方 彼此才有一個保障 店裡面也都有 也都有那個叫什麼 攝影機 你也不怕說 我是不是會偷偷作弊 怎麼樣 我也不用擔心 你們是不是有長簽 這樣子 對啊 其實就是我剛剛講的嘛 就兩種方式啊 因為我知道 為什麼會有 為什麼會有 為什麼會有那個 剛剛有 有畢業就有氣球是不是 我幹好屌喔 幹好屌 我第一次看到 原來畢業 好繼續講 就是兩種方式啊 就是兩種 兩種處理方式 第一個就是 大家時間寶貴 就不用跟他多說什麼 我們就直接閃了就好了 就是這樣是最好的 對啊 第二種就是 如果你有心有餘力的話 就可以順便跟他講一下 然後看他會不會改變 然後可以跟他放一句說 不然你打電話 問你們獨島看看 還是你先問店長 然後不然你問你們獨島看看 甚至你可以再跟他放一句說 你是不是不知道 你們全家之前 因為這個一番賞 這個作弊事件上新聞嘛 你還不讓我數錢 那等一下出問題 是不是算你的 如果比較 比較惡魔一點 你就可以學我這樣子 這句話給他放下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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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大家分享啦 就是要嘛就直接閃了 如果心有餘力 就直接教育他 然後跟他 讓他知道 就像我剛剛這樣子 告訴他說 你這樣是不對的 你想要上心我什麼 就這樣做